應該蠻好笑的 好,反正我剛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動畫長度 這等一下再講,我們這邊第二個是看Motex Motion Graphic裡面用的這個Motex 那Motex裡面呢,我們現在Key,就是改字體吧 Font,還有它的這個對齊的位置 對齊的位置 先回到 好,這邊剛剛說,動畫總長 改0到120,然後觀察範圍呢,也是設0到120 再來呢,是在Mote Graph裡面去選 Motex 那Motex裡面呢,我們這樣點開來 嗯?現在怎麼沒有參數了? 這是它的Tags,沒錯吧 Alt Tab 這是一樣的東西嗎 欸? 欸? 為什麼不見了? 欸? 出來了出來了 啊 啊 啊 有點蕩蕩蕩的耶 可能是在抓東西吧 因為我在抓那個 S O O 什麼東西的啊 S E O OK 應該是 好,OK 然後再來是對齊中間嘛 所以Online是設 Middle OK 好 架一個攝影機 1 攝影機的 位置 1 是攝影機 OK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加了攝影機,會要切到攝影機視角 要點這個按鈕 這是切換攝影機視角的意思 喔 OK 所以這邊呢先架一個攝影機 那本來不是攝影機視角 這個是Default Camera 點這個按鈕才變攝影機視角 那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 那我這邊可能在 有沒有 這樣了解嗎 所以是切換攝影機視角的意思 中間有這個點的說是攝影機視角 所以你看這裡寫的是不是CAMERA 你如果這關掉就變成是 Default Camera OK齁 所以現在我們的CAMERA是在這裡 Position Rotation 先確認一下 他的Coordinate Position Rotation 好 在這邊又做了調整 這裡調的是什麼 調的是攝影機 所以攝影機的坐標往Y軸 以43 43-662 就照著做就是了 懶得慢慢調了 43 Tab -662 所以這個時候切到攝影機視角 應該位置是對的 我看就這樣子 對 就剛剛好 懶得再重調了 再來攝影機 不對 文字的這個名稱改成Broken 這邊 1 點選它應該也要Rename吧 Rename成Broken 這邊打個Broken 然後再來是字的深度 跟Subdivision 沒有Text 喔 這是改名稱Text喔 講義是意思改成Text 這邊是 這邊是 呃 等一下喔 不是這裡 Object這邊 Broken 的 欸這個 到這裡 深度是10公分 還有什麼要注意 應該是Horizontal spacing Horizontal spacing是10公分 沒有看到就是字間距喔 嘿 字間距 喔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有嗎 Font 字的大小 為什麼我沒有看到 嗯沒有FontSize 可是這個字的大小不對啊 好不管啦 不管了 不管了 現在 下一個要做的動作是 什麼 Filly喔 倒腳 倒腳 呃 Start End跟 Convex 這個是倒腳的形式喔 呃 Start跟End一個是 就是正面跟背面 然後 所以它都是Filly Cap Start Cap Bevel Bevel Bevel本來是 不對不對不對 我要改什麼 Bevel Outside 欸 是不太對嗎 我是選對的嗎 Caps 沒錯啊 Start Filly Cap 是不是又不一樣了 對啊 Load Preset 算了 這個最快 不知道要選哪一個 太多選擇 太多選擇 等一下我套套看好了 欸 不錯耶 等一下我剛剛是 Preset在哪裡啊 Load Preset 哇 是真的還不錯啦 對啊 好啦 慶菜啦 隨便套一個 嗯 然後 Create a Single Object 記得這邊是 轉四邊形 轉四邊形 這個應該是 倒腳的 寬度 對啊 等一下 這是在哪一個選項啊 還是Cap啊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 我不喜歡交新版 因為每次交新版 就會遇到這種事 你知道嗎 等一下啊 這邊我要看一下它的模型 是不是變四邊形了 喔對 可以 所以我這邊是選 Quadro Angle 就是四邊形嘛 四邊形 哇這完全跟之前又不一樣 好 再來這個呢 是什麼呢 這個很 這個英文字可以記起來 Varanoid Fracture 這個是做碎形的 就把它碎掉的 所以 MoGraph的Varanoid Fracture 叫出來以後 要幹嘛 這兩張有什麼不一樣啊 多放了吧 我應該是多放了 對啊 應該是多放了 Varanoid Fracture Varanoid Fracture 然後把字拉進去 有沒有 它就變成碎塊 一個顏色一塊 一個顏色一塊 Varanoid Fracture 的Point Generator 它現在有個Point Amount 是12 然後它可以每一個點 都產生一個物件 就碎成12塊的意思啊 這個 這個是在哪裡啊 Source 在這邊 Point Generator 所以目前的Point 是20 這邊 Create Point Per Object 打勾 這它碎的總量 那 Object裡面有一個Colorize Fragment 就是 它的碎片呢 會上色 Create N-Surface 就是 多邊形啦 就是多邊形的一個面 它碎掉的時候 Offset Fragment 0.3 碎片跟碎片之間的間距 這邊是 點3 所以間距就變大 其實我們可以把數字調大 有沒有 它中間是不是就裂開 對不對 對 改點3 先做到這裡好了 好像開始有點 有點多